作者,洪射库尔斯克以色列国防军是一支纪律严明,战斗力保表的军队,保障了以色列在中东这个乱局中生存下来, 而以色列的全民皆兵国防政策也使得以军终于性比例非常高,身材容貌都是一等一的以色列女兵,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也是全世界之迷最喜欢的女兵群体,没有之一。 但是,最近以军不放基地指挥官却做出决定,要求女兵在营区中禁止脱胸罩,穿白衣和在男兵身边吸烟,原因是由于戒律严格的正统犹太人参加以军越来越多, 这些女兵的业力形象有为正统犹太教的戒律,也容易影响到正统犹太士兵。 那么什么叫做正统犹太人呢?虽然以色列是由法律规定的犹太国家属性,但以色列却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,这里还生活着阿拉伯人,北斗因人,德鲁兹人等,在犹太人中,也还包括正统派犹太人和世俗犹太人,由于犹太人两千年的逃亡,人种已经非常复杂,所以犹太人是最不好辨认的民族, 但是犹太人依照着他们的传统宗教犹太像,维系着全体犹太人之间认同感,保留着犹太民族的特质,而正统犹太教徒在浴卓,也时,婚姻,家庭,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,都严格遵照传统的宗教习俗。 在枯墙前广场,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多正统派犹太人,也有不少以色列士兵,这些士兵都是属于正统犹太人。 黑色礼帽和小圆帽是他们的特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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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